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我叫刘小娟 来自三东维方高密 是一名培训学校的校长 是一名校长啊 这么厉害 这个先问一下您的身体情况啊 这个是 先列上了一个脊椎机型内脏 压缩在就总个这个 像25厘米这个体积里面 我们正常人是多少厘米 你们正常人应该是65厘米 那你就只剩 对对对 就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对 呼吸上可能会比较困难 就是说不能预劣运动 饮食方面也受影响 因为你吃多了 它肯定会冲着难受嘛 所以就一食多餐吧 就这样 厨生就这样 但我看你非常的乐观啊 而且还是一个校长 是教大孩子小孩子的 我现在的培训学校 面向的是中小学生 学科类的培训 我觉得您背后 肯定有特别多的故事 我们坐下来聊好不好 可以 小的时候还懵懵懂懂不懂事的时候 会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而沮丧吗 可能在别的家庭里 可能说有这种说 身体有点残疾的孩子 可能家长觉得 哎呀 就宠着他 什么都尽量地腻着他 我爸妈不是这样 其实有有弟弟妹妹 你是老大 对 我是老大 我是大姐 然后我爸妈妈对我的要求是 比我弟弟妹妹还要严格得多 经常跟我说的话就是 你是老大 你要做牌头 就是火车头跑得快 后面跟着就跑得快 然后一路都很顺利 因为上学嘛就好好学习 成绩好 然后同学们也很喜欢我 你成绩也很好 对对 我成绩好 上小学上高中慢慢就 一直都是好学生 对 就上了大学 大学我还获得了国家立志展学金 优秀大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做什么工作呀 这个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就是在学生会里 一开始做的是那个 卫生部的部长 就是那段时间就在凭那种 国家文明校园好像是 那段时间就是学生会里 换了好几个部长 好像这个工作好像执行不下去 因为这个工作很难做 然后我那会儿就蒙随自己 我说我来干 然后我干的时候 其实也 赢了很多质疑 对不对 他们就觉得 别人干不了你能干 然后我在那个学生会 开会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谁有不服就站上来 我谁干出成果来 那么谁就继续当这个部长 那最后肯定是我赢了嘛 我使得用心嘛 对 学生时期一直都顺利也优秀 大家因为你优秀学习好 也喜欢你 但是找工作 找工作就难了 对 想起来也觉得没有那么轻松了 是吧 在网上发我自己的这个简历嘛 就有一家公司联系我了 那老板一听 哎 可以 你来吧 然后我就坐着火车就去了 结果人家老板一见你 就不行了 我还想再掌扎一下 我就给这个老板说 我说我不要工资都行 你给我个平台 我当时就想 我先把机会把握住 说不定你慢慢工作做好人家老板就欣赏你了 那他给你这个机会了吗 没有 那这次之后呢 被拒绝了多少有点心灰意冷的 对 我有一个朋友说 你尽量去找一个说比较偏远的地方 可能那个地方可能人家需要人才 然后你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民办学校 在哪里 就在贵阳 然后他们把你录取了 一开始说其实人家学校也不是很乐意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说你把学校里最差的班给我 我当时就想先要机会 然后就带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弱的班 后来是听学生给我说 学校换了很多英语老师 都让学生给气跑了 后来我就没被气跑 你用了什么方法呢 课间的时候就把班里最调皮的那个学生 还在办公室就问他 就讲了问问 了解一下班里的情况呀 班里有哪些同学不爱学习呀 他们为什么不爱学习 其实孩子不爱学习是有很多原因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给他做一下思想上的疏导 一开始的时候也有那种说很调皮的孩子 就觉得哎呀那些比你个子高的老师都管不了我们 你能管得了我们就那种也有那种心惨 举个例子给你说 他们上体育课不听话 体育老师管不了他们 那我那时候当班主任嘛 他们就来找我 他们上体育课有的学生 让他跑步的时候他不跑 我就要学生心疼我你知道吧 我说我跟你们一起跑 体育老师让你们跑几圈 我就跟你们一块跑 我知道孩子们心疼我 他们肯定不忍心 他们也知道我不能拘留医生 他们都清楚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还是善良的 我都用这种方法 《苦肉滴》 口肉滴 默